西貢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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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帶我們來西貢? 我們吃東西嗎? 不是的,經常顧著吃 不是來船,這麼冷 不是的,今天帶你來做義工 我還找到一個白人過來 HELLO 帶你今晚做牛義工 好,走出發! 大概在18年5月的時候 Cat在網上看到西貢村民 和其他地方的義工 去創興水上活動中心一帶餵牛牛 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就和朋友參加了這個義工活動 參加過之後 發覺需要更多人手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群組 邀請更多義工幫忙 去探牛牛之前 我們先割新鮮的草給他們吃 割草初體驗,好緊張 第一次拿著臉都不知怎樣用 你不要割到,我很害怕 你這麼討厭 你小心一點 好可怕啊 試試看 這是什麼草 這是楊金菊 還有芒草 原來路邊的草 牛牛都可以吃的 試試看 好多啊,割了好多啊 這些全部都是枯 牛牛不吃枯的草 當然要吃一些嫩 水分高的草 把它丟掉 啊,對不起啊 草 而我剛剛割的是折折草 折折草的花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我們希望 給牛牛吃完之後 它就可以在那裡割屎 割完之後 就可以生出草 把收割好的草 捲成一扎放入袋 最後在草上淋水 讓牛牛更容易吃 除了新鮮草之外 義工還會準備一些外國的乾草 將新鮮草和乾草搬上的士之後 就出發啦 今次我們由菠蘿斜出 坐30分鐘的士 經過北潭蔥 和萬宜水庫 再去到創興水上活動中心 據Kate所說 創興水上活動中心一帶 是牛牛的聚居地 沿路都會看到有牛牛在這裡休息 牛牛看到有的士經過 就知道是開餐的時候啦 所以義工一下車 就急急把準備好的草 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避免牛牛過來的時候 出現搶食的情況呀 我們現在拿剛才我們 身身不夠角的草 讓牠先吃 牠正在看過來 這隻青草的新鮮 好可愛呀 好可愛呀 我們不餵的 我們去丟 但剛才錯誤示範 我們不餵的 我們去丟到地上 不要倒了 不要倒了 但牠… 我們走走走走 他追著你 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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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拍攝當日 我們目測到 大概有30至40隻牛牛 而據Kate所說 政府公佈的數字 附近一帶 大概有200多隻牛牛在這裡生活 有多少牛 好多 好有成功感呀 剛才我們放了少少草 然後牠們已經聞到尾巴 全部通過來了 除了去創興水上活動中心之外 義工還會坐的士 在水庫沿路看看 有沒有牛牛需要糧草和食水 其實創興這個地方 是萬宜水庫其中一部份 這裡原本沒有牛在這裡生活 是其他地方運進來的 至於為什麼這些牛 沒有運進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們聽西貢村的村民 或者大嶼山的牛的組織 跟我們說回 大家要看到 那些牛都有一個耳牌 其實都會知道 牠們屬於哪個地區 見到耳牌 那些耳工就會說 這隻牛不是我們村的村牛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包括大嶼山 我們就知道 這裡的牛是來自四方百面的 其實這個地方 是絕對不適合牛生活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地下 其實都寸草不生 雖然現在是冬天 但是連基本的草都沒有 但是冬天的牛不會不吃東西的 但是那他們怎麼維生呢 如果不靠義工去找食物給他們吃的話 究竟他們可以怎樣喊到冬天呢 喊熟悉人 他們不怕人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當一個自身 有很多危險的 除此之外 很多人 很多遊客 經常都會把一些 不應該給牛吃的東西給牛吃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牛人不怕你 所以他們會走過來 拿東西吃 麵包、醬仔包 有時候在燒烤場 很多市民都會給牛吃 其實這些全部都不適合 其實這裡也會有牛的BB 其實牛的BB 跟一般的動物都一樣 他們BB接觸到人的氣味之後 他媽媽可能不會再照顧他 不會再相應他 他可能就沒有其他 媽媽照顧一下 他可能就會容易被他死 Cat希望大家來到參加過一次之後 可以自發地帶朋友來到這裡做牛義工 幫助到更多牛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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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